那简报38页我们希望呢 各位先了解一下怎么是AI 那麻烦你 刚刚你的页面是在这里 现在我们要自己做了 所以请你到左下角 最近他有改了 因为以前他在上面这边也有一个新增页面 下面这里也有梗 但是现在最近他把它改成只剩下下面的 有没有找到左下角有一个叫add page 这叫做新增一个页面 好这个地方 你可以把它按一下 好有没有多一个空白的 这样有的 那每一个页面我们先看这边 你看每个页面呢会有什么 会有一个标题 untitled的 就是未命名 有没有 我们一把word打开 不是就叫未命名吗 对不对 所以你的标题叫做什么 好你可以来这边设定一下 好比如说我现在要各位完成任务一 你就把这个复制起来 好你看我把这个复制起来 我就把它当做是我的标题把它贴上去 好来一下 这样 有没有任务一 它的标题就比较大一点了 这样可以吗 可以了 你可以进去的哦 那下面就就是一般的哦 就跟我们用word一样哦 好 但是下面我就先不要自己来 问AI可以吗 是的 所以我们来问AI 来题目我先帮你 设好了 有没有38页的下面 请AI写出观音AI的介绍文字 这样有没有 可以 可以啦 所以我们麻烦大家 来问一下 Share the GPT 请他帮你介绍一下 这样够透了 至少你不用打字嘛 我来学notion 叫你 学打字 好 好 有没有 他有没有介绍好了 如果你觉得这样介绍不够 你可以请他讲多一点 对 好 如果像这样子 我请他再多讲一下 好不好 来 请你再多说明一些 这样了解吗 好 请你再多说明一些 这样我就有第二段内容 有没有 这样可以接受吗 好 来 那我们就有内容了 那你要怎么复制 你们先 你们先问一下他好了 先问一下他 反正 你问他什么 他都很认真回答你了 他不会跟你糊弄的 真的真的 你如果说你讲错了 他还会怎样 跟你说对不起 我错了 我会改进 对的 这边已经有一个情况了 来 你看一下 我们在跟AI那个对话过程里面 有时候他忘记停止呼吸 就到这边有没有发现就没有了 你如果出现这样子 你就是可能有时候流量比较大 你就跟他讲请继续 这样了解吗 他就会继续把未完成的工作完成 好 我就请他请继续 好 这样我就很多内容可以写了 好 这样我就很多内容可以写了 问好了 请你把它复制起来 但是我要麻烦各位同学哦 千万不要干傻事好吗 不要从这里按着滑鼠一直拖到这里来 这种傻事千万不要做 因为人家在旁边这里 你只要滑过他 他有没有旁边就有一个复制的 这样可以 好 我就把它复制一下 贴到我的任务这边来 Ctrl 交易 这样是不是就有一个段落了 按个Enter 各位 我们刚刚有没有跟大家讲 他前面你只要是按一个Enter 就是一个区块 最小单位 NOTION的最小单位就这样 这样有看到的 滑过去 滑过去他前面就有 所以你看他给你几段你就把这个内容 给到他复制 这样就好了 所以这样子我们就有 两个三个 有没有 你看我刚刚这样贴过来 事实上 在AI那边 他事实上这个是一段两段三段 有没有发现 对吧 所以有时候你从文字上看起来好像没有分段 实际上他是有分段哦 像这里他是不是就有分段 这样了解 所以像这样子进去他就变成四个段落 四个段落 好 所以你有没有感觉到这样子 知道 在NOTION里面打笔记是长什么样子的 纯文字嘛 对吧 这是第一种 好 那我们再来问他咯 我有第二个问题要请大家 因为 单纯用文字回答是一种方法 可不可以用条列式的 可以吧 我们请他用条列式来说 各位 请问一下 这个文字你都怎么复制 如果是这个文字啊 你们还是用这样吗 不是 不是 我指的是 因为我只要第二个问题 对不对 你是用这样吗 就是直接滑过去把他拉过去 你们怎么都用这种方法 你看哦 我看着你 我按三下来来来 按三下就好了 可以吗 123 有没有就选好了 各位 NOTION不会这个要费吧 你在Word 在网页上都一样的方式啊 一个段落 就是123就好了 滑出点三下 好吧 可以来 一样 我们来问他 请他帮我用条列式的列出他的特色 好 有没有这样有条列式的 对不对 所以AI我们 在跟他对话的过程 你可以指定他什么 输出的格式 千万不要客气 趁现在他还不如我们 说好好利用他一下 因为过了10年 可能他就比你厉害了 这样有没有的 好 一样哦 我就把这个内容复制起来哦 哎 我就拿到这边来 来我们来看一下 在 NOTION里面 什么叫做项目清单 这样有没有出来的 有没有 可以接受吗 可以哦 那这里呢 我顺便把他 问他的 问题我也放进来 好 来你看一下 哎你按一下ENTER就好了 他就多 像我们握的样子多一些 躺出来了 我把我的第一个问题 你放在最上面来 在这里 记得哦 123哦 有没有 123就好了 Ctrl加C 好 来这边 第一个 贴进来 好 这是我问他的第一个问题 好 那第二个问题 我也把它放在这里来 第二个问题 好 这是你123 贴过来 各位 这样是不是就有问题 也有那个了 好 再来第三题了 你看 你也可以用他什么 表格的方式来回答你 所以第三题 一样我把它复制起来 拿到 刚刚这个 好 哎 我们一般在Word里面 其实是不鼓励 各位直接按腾不腾 就是你把那个 空白当做是 那个行距啊 或者是段落距里在用的 但是在NOTION 没关系好吗 你真的要空开 你就 就好了 好 这个是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好 第三题我来问他啰 请他帮我用表格的方式 回答一下他的历史 那我们待会就有表格式的资料啰 好 有了你看 所以这样有没有感觉 AI是可以要求他的 他做不到的你就不要 不要那个强能所难 好 有了 那我一样把它复制了 好 拿到这边来 咱们之后就要跟他介绍 好 各位 这样有没有看到的 那因为他的表格是两蓝式的嘛 所以他的这个就比较小一点 那你们如果说有需要 你也没有发现我们在用Word的时候 你会不会把那个蓝位上撑开一点点 会嘛 所以你就从这边 各位注意一下 如果你是拉到最旁边那个灰灰的 这个是加号 代表多一蓝 所以我不是要多一蓝 我是不要多撑开而已 有没有 撑开要用这个 这样是不是跟我一般用过的一样 以色尔也是这样嘛 对不对 好 这样有没有感觉 其实 跟排版软体有点像 只是 没有那么多的格式设定 来我请大家先帮我完成这 三个任务可以吗 好 你先完成 等一下我要稍微设定一下格式哦 因为这样子看起来 不太容易看内容 所以我们请大家先把这个部分先完成 现场的同学 也麻烦大家你自己先试看看哦 好不好 帮我们把38月的任务先完成 各位接着我们来设定一下格式哦 因为你可以看到刚刚在这里 有没有感觉到 我们现在这边 这样子 是 是不是太平凡了 都是除文字嘛 好 那你回头看一下我们简报 我们在刚刚简报的29页这里 其实你平常直接打出来 就是第一个 我们刚刚不是说有一些 马当语法吗 对不对 好 在这边 有没有 这就是除文字 那如果说你想要有标题 123 你看我右手边 有没有这个字就比较大 对不对 而且初题嘛 你们这样握的时候 标题1 标题2 标题3 是不是不只变字比较大 还要变初题 都一样的概念啊 所以你看 标题1就按一个紧字号 然后空白键 标题2 两个紧字号 空白键 标题3 有没有 增加就没有了 没有标题456 那就三个 这样了解 那你要缩牌就是键盘上的table 有没有 键盘不是有个tab吗 他就可以缩牌 他如果你要缩回去 就是ship加table 好 所以我们来试看看 来 你看一下这里 其实为什么要让大家试看 在这边 你看 我在这边按一个紧字号 放大 按一个紧字号 但是呢 你按完了之后 按一下空白键 我这个都会跑一下 有没有变大了 他没有那个选起来 选大小的 你有没有发现 你如果是选某一个文字 选起来之后 他会有这个选单 可是 里面就是没有大小的 有没有注意到了 他只有文字的颜色 有看到吗 所以你知道为什么 我们刚刚讲 学习notion的第一个障碍是什么的 把他当过的来看 因为你会想要去找大小在哪里对吧 找不到就会失望嘛 所以你就不要想太多了 这样知道 就是标题123 好 那你今天后悔了怎么办 后悔也不用mark起来 变成 也没得调小啊 你从这里来 你看这边 你看这里有没有标题123 这样了解了 就是从上面这边 其实跟word很像啊 只是它的出现方法不一样 所以你要变成成文字 就变这个 有没有回来了 但是 刚刚这样你有没有体验过 为什么要mark上语法 有没有感觉 这样快很多 对吧 你就一个紧字号 然后空格 他就会执行 如果你没有按空格 他就认为你是要真的要打紧字号 这样了解吗 所以 打完你的这个mark上语法 我们都会加一个空格 加一个空格 他就会执行 那你看 如果我让他缩牌 我们试看看哦 在这边 我希望他这个 好 这一段好了 假设我这一段 我希望他退进去 我就按下键盘上的tape 这样有没有退进去了 再退 再按 没有了 有了有了 这样了解 他就会退进去了 所以你可以像这 我要回来 这是怎么样 按shift加table 有没有就回来了 他就可以要倒退回来 所以像这些 就是刚开始 大家会比较不容易 需要一点点时间习惯的 因为mark上语法 平常大家没在用的时候 需要了解一下 这样会不会用的 如果你要那个 核取方块 核取方块就是 凸杜对不对 但是如果你现在没有 我没关系 你看 我改用选单好不好 你看在这边 你就来这边 假设这个是个核取方块 我就找前面那个三个 六个点点 把它按一下 有没有在这里 turn into 转换成什么 有没有感觉这又跑出来了 to do list 就是这 有没有感觉人家 都有给你范例 滑过去 有没有都给你看到长什么样子 所以我用这样子点下去 有没有就一个核取方块 那如果你要一次多个可以吗 可以 你就把这个加这个 有没有这个时候我就用框的 这样是不是两个段落 好两个段落我选起来了 然后来这边 直接点它 转换成to do list 有没有两个一起做 这样清楚啰 所以其实你用选单也可以 好 那如果呢 你用这个快速键 马档语法也很OK 两个混用也OK 都没关系 这样就会用了 好 那 一样的 第二个我一样 按一下警字号 风格 他就自动帮我变成大标题 好 那如果你有要次标题的 你可以自己再增加 比如说那个第二个 标题二的 你就自己再去增加就好了 所以有没有感觉到 我现在就有三个了 那很快吧 好 你有没有感觉 刚刚在做这件事情 就是我们一般在Word做的事情 因为你在做排版 排版的目的 并不是要改变文章的内容 而是要怎么 让文章的可阅读性是不是提高 我们现在就在做这件事情 那我在这边顺便介绍一个 在notion里面很好用的东西 各位 你有没有感觉到 我们现在这个文章的内容 有点多了 有没有感觉 滑鼠要滚滚滚 我们才比较看得完 那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方式 可以帮助我们阅读 有 来我们看一下 各位看一下简报30页 简报的30页 有没有注意到 这里有一个叫做pargo list 第三个 这个 pargo list 你看一下那快速箭是什么 madan 有没有一个大鱼的符号 加空白 对不对 好 那我们来试看看 你看哦 这个 他可以收合起来 我这里有 有有有有 这里有 有没有一个 他会多一个这个三角形 可以展开 也可以收起来 那这个我就觉得很好用 来我们看一下 假设我在这边 好 我就按一个 大鱼对不对 空白 有没有多一个 好 你看哦 当我按下旁边这个 有没有收起来了 打开收起来 有没有这样阅读比较容易 好 你看一样 点到他 按住shift 空格 如果万一你的 没有在里面的话 你也可以 你看哦 我先把它拉出来好了 我先把它拉到外面 如果万一你的 不在这个 不在这个范围里面的 你想要 把它 丢进去也可以哦 你看哦 我先这样好了 这里我增加一段 好 这里增加一段 对不对 现在我打开 跟他完全没有关系 对不对 如果你想要放到他里面去 可以这样子 在这边 你就把刚刚那个内容 这个前面是不是 那个六个点点 一个区块 按着他 拖曳到人家里面去 有没有 我拉到上面去好了 来给你看一下 有没有这样 是不是拉到里面来 你看原本在外面 在这边 是不是拉进来 放开 这样 收起来 有没有收拿引甲 没有吗 好 等我一下哦 我问一下 我是不是拉错盆 呵呵 把在这里 好 拉拉拉拉拉上来 好 丢到他里面来 放开 有没有这样在里面的 所以 这样我收起来 是就可以 那一样的 不想被他影响 是不是拉到外面来 好 你就把他拉到外面了 所以 讲这个 这样大家有没有比较有文书处理的感觉了 这样可以接受的 虽然他没有像握得那么复杂 或者那么多功能 但是基本的他是OK的 好 这样会了 那么另外呢 这个条列式的顺便跟各位说明一下 因为我们在简报的30页 你来看看怎么样可以让他变成所谓的清单 或者是所谓的项目符号 就是直接打上新号 空一格 就是项目符号 或者是直接打上什么 你刚刚看到的 那比如说你1 一点 二一点 然后空一格 就会变成那个项目清单 这样了解 所以我刚刚这边呢 请他列出来是这种的 那我如果在这里挖换 我就来这里按下1一点 然后空一格 有没有就自动变清单 当然你如果继续下去就 自然就会自动截续下去 这就跟Word一样 这样没问题吧 好 所以这个呢 你也都可以从前面这个选单 吞吞吐 是不是可以从这里选 这样有没有感觉到 虽然英语 看的比较不是 刚开始不是那么懂 可是常常看之后 因为他都有Sample给你看 看图说故事影刻 这样OK 可以 好 所以这样子 我们的第一个任务 就圆满结束了 OK 好